大家好,我是韻爸 我來跟大家介紹這個便當S 這個便當S算是一個迷你的電視盒 它體積非常小 它只要用microUSB就可以供電 然後它背後有支援HDMI 所以你只要插上那個microUSB用行動電源 或者是你直接插上電視後面的USB孔 你就可以直接替它供電 體積非常小 好,那它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它是一個完整的Android TV的功能 裡面有pre-roll很多影音的app OTT就是線上影音的一些頻道 比如說像它裡面有內建 預載的 像那個愛奇藝,CatchPlayer,LiTV,KKTV,美華 還有什麼麥卡貝啦,四季影音啦 這些都是一些OTT的服務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完整的Android系統 Android TV的系統 然後像YouTube Google Play Store 都可以完整的支援 好,那再來 再看一下它的遙控器 這是它的遙控器 上面除了電視啊 方向鍵之外 比較特別的是 上面這邊有一個 上面這邊有一個 聲控的按鈕 那它有別於一般的電視盒 它就不太需要輸入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看 看有的沒有的 就可以直接用講的 好,我來示範一次 按一下聲控 滴妹 好,它就直接找到滴妹 匈匈 好,很快 要找什麼就有什麼 好 豆花妹 好,非常的方便 直接用那個聲控 餘音 就可以直接搜尋 而且它搜尋的 不只是 單一的資訊而已 像那個 它會針對 你 這個電視盒裡面 預載的相關的東西 然後去幫你搜尋出來 比如說像你 你的電視盒裡面有YouTube 它就會找出 關於豆花妹 的相關影片 然後再下來 它會跟你講 它搜尋的什麼東西 買 Video裡面有關於豆花妹的什麼影片 RVTV 愛奇藝 很方便 它會 針對整個電視盒裡面所有的 關於豆花妹的資訊去搜尋 這功能我覺得非常優秀 你所有的操作只要靠這支遙控器就夠了 那再來這邊有直接內建四個按鈕 四個按鈕 就是愛奇藝 Catchplay MyVideo跟RVTV 比如說我現在點愛奇藝 它就會直接開啟愛奇藝 那點 那個遙控器上面的Catchplay 就直接打開Catchplay 而且Catchplay這個 片庫非常的新 你看像現在 它已經有這個 一級玩家 還有每個月 一部的免費電影可以看 不錯 黑豹也有了 近期的巨人也有了 那再來是 MyVideo MyVideo 我覺得 它比較優秀的地方就是 它有 幫我整理了 免費的直播 新聞頻道 新聞頻道平常我會看的就是 TVPS 中天 三立 非凡 大概就是些 那它幫我整理出來 便當S的遙控器上面有一個按鍵叫 叫做B 那點開B就會出現便當數位百貨 原則上就是 剛剛首頁看到的東西只是說在 這個便當數位百貨裡面它又再把它分類 OK 上面還有一個簽到布 每天都可以 領個便當幣 然後領便當幣可以幹嘛呢 這邊有個兌換專區 折價 折價券 300便當幣 折30塊 還OK啦 就是 用戶的專屬優惠 來抽抽看 不錯 每天都可以來簽到 好這是 便當用戶用戶的優惠 你每天看 就可以每天來領一下優惠 這邊可以看一下 便當 他便當本身是一個ODD平台 那他這邊 其實他有跟這些頻道商 聯手合作一些優惠活動 他目前 新用戶 就可以 來這邊看 一個月免費 那你可以看一個月之後再決定你要 付費給哪一個 線上影音平台 比如說CatchPlay啊 買Video啊 那我會建議 電影 或戲劇買一個 然後 頻道類的買一個 頻道類就是指 這個節目 那我個人比較推薦是這個 四季線上影音 那電影的話我會推薦 愛奇藝 我個人目前用愛奇藝 那至於愛奇藝 也建議 在過年的時候買 買一年送一年 那個比較划算 那 其他的 就看你的需求 像你 你如果會唱歌 那就買唱歌的 玩家裡有小孩 那就買這個 樂樂小學堂 我個人最推薦就是直接 買愛奇藝加 四季線上影音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有一個便當自由選 這個 服務 是比較 特別的 他是三個月 1197 每個月更換 你想要看的東西 像你這個月想要看日韓劇 那你這套劇 追完了 你想要換別的 可是 別的劇 可能在別的 影音 App裡面 那就可以直接換過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會對一般 用戶來說 會稍微更彈性一點 更多的 更詳細的介紹 可以大家來看我的 開箱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